7月6日,由于长期累积的国际债务无法偿还,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宣布斯里兰卡破产。 斯里兰卡常年为贸易逆差国家,2022年需要偿还约69亿美元的债务,但截至2月底,该国外汇储备仅约23亿美元,不足以偿还所有外债,欠债严重。 总统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表示,斯里兰卡今年可能面临1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报道称,维克勒马辛哈7月5日告诉国会,国家今年将陷入深度衰退,食品、燃料和药品的严重短缺将继续存在。 通货膨胀率预计会上升到60%,政府的目标是停止印制卢比来遏制通胀。 由于市政府的超发卢比导致的高通胀,以及缺少外汇导致的物资短缺。 当地时间7月9日13时许,斯里兰卡大批示威者冲入了首都科伦坡的总统官邸。 此外,大量示威者还包围了位于科伦坡的总统秘书处。 民众抗议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斯里兰卡对燃料和其他能源供应的迫切需求。 斯里兰卡已经花光了外汇来购买燃料,使其经济陷入停滞。 上个月政府开始定量配给货物,导致了严重的物资短缺。 当天下午14时许,示威者冲入总统办公区。 有消息称,总统哥塔巴亚·拉贾帕克萨已离开首都。 斯里兰卡全称,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单一制共和国,中央政府拥有对整个领土的绝对主权并且集中所有政治权利,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模式如出一辙。 旅游业是斯里兰卡的经济支柱之一,每年都有大批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地的游客前来观光。 疫情前,斯里兰卡旅游业占全国GDP的12%以上,旅游业收入占该国外汇收入的14%。 但受疫情影响,2020年次旅游业遭受重创,全年游客数仅为50.8万人,同比下降73.5%,旅游收入约6.82亿美元,同比下降81.1%。 斯里兰卡高度依赖石油、糖、豆类和谷物等必需品进口,需要大量的外汇。 而俄乌冲突推高了石油、小麦、原油、葵花油和许多其他商品的国际价格,更加剧了其对外汇的需求。 一个国家的创汇能力主要看本国的经济结构是否有足够的创汇型产业,以及产业是否多样化来抵御外来的经济风险。 而斯里兰卡不仅没有足够的创汇产业并且其出口产品单一,很难抵御经济风险。 纺织服装业是司第一大出口创汇行业。 2020年,私纺织服装出口占全国外贸出口额的44%,茶叶占出口总额12.4%,橡胶制品占出口总额7.8%。 经济结构极不合理。 2009年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新政府为了经济重建获得民意支持,并没有选择从制造业复苏经济,而是大举外债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涵盖电力能源,航空航运,交通运输,水利水务,通信设施,港口码头等。 截至2020年,在中国政府融资支持下,已经实施建成和再建的各类项目共116个。 其中,大型成套项目36个,已建成项目35个,主要有纪念班达拉耐克国际会议中心,高等法院大楼,国家艺术剧院,波隆纳鲁沃国家圣内专科医院,康体水技术研究示范联合中心等。 此外,在两优贷款向下,已建成汉班托塔国际机场,库鲁内格勒供水和污水处理,普特拉姆燃煤电站,南部高速延长线,南部铁路一期,克伦坡外环高速三期等项目,再建项目包括康体北帕特杜马巴若综合供水工程,中部高速一标段等。 所谓两优贷款,指贷款为主权及债务,中国政府与他国政府间的借贷,并且项目要从中国进口超过50%比例的物资设备,当地政府承担不少于15%的配套资金。 截止2018年,70%的基础设施项目是由中国出资并修建的。 在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经商处登记备案的中资企业高达101家。 克伦坡港口成项目,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由其全资子公司中国港湾工程责任有限公司成建,一期投资14亿美元。 填海形成的108公顷土地由中国交建所有,外加20公顷国土土地归中国交建永久所有, 以及该项目其余土地99年租用地契,该项目设计包括购物中心、水上运动、高尔夫球场、酒店、住宅和码头,后期将引进的投资估计130亿美元。 克伦坡港南集装箱码头项目,总投资超过5亿美元,由中国招商局控股港口有限公司主导运营及管理35年。 汉班托塔深水港,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15亿美元,由中国港湾工程责任有限公司成建。 建成后,四方连年经营亏损,最后以11.2亿美元的低价位,将该港口99年经营权出售给中国招商局控股港口有限公司, 并将港口周边60.7平方公里土地租用给招商局港口,租799年。 马特拉拉甲帕克萨国际机场,利用中国政府优惠贷款建设的斯里兰卡第二座国际机场, 2013年启用,2015年全年马特拉拉甲帕克萨国际机场共接待2739名旅客, 2016年有4772名旅客,截至2017年只剩一条定期国际航线使用。 该机场的唯一定期航线于2018年6月终止服务。 斯里兰卡政府将超量的外债投入到根本无法创汇的基础设施建设中, 在疫情与俄乌战争影响下立刻走进了经济崩溃,陷入中共的债务陷阱。 至于为何司政府会甘愿走进中共的债务陷阱, 几乎将全部的基础设施交给中共成建, 甚至不惜将国土出卖。 这就要从斯里兰卡的内战说起。 1983年,由泰米尔人组成的蒙湖组织以独立建国为诉求, 在普拉巴卡兰的领导下袭击政府军, 斯里兰卡内战爆发,战事甚至一度波及到克伦坡。 印度出兵协助斯里兰卡政府清缴蒙湖组织, 并迫使其签订停火协议。 然而自1990年印军撤离后,蒙湖组织重新反攻, 并迅速控制斯国北部广大地区, 在贾夫纳半岛建立起泰米尔政权。 自2000年起,在挪威等国斡旋下, 蒙湖组织与斯里兰卡政府开始和谈。 在2002年2月,双方在斯德哥尔摩签署了一份永久性的停火协议, 两方代表一前往泰国的缩陶义海军基地进行和谈。 然而双方在此后六年,先后进行了八轮直接谈判, 仍未取得共识,最终该停火协议名存是亡。 2004年4月6日,马辛达·拉贾帕克萨首次当选为斯里兰卡总理, 2005年11月18日当选为斯里兰卡总统, 从此拉贾帕克萨家族掌握了斯的军政大权。 时隔七个月后,也就是2006年7月开始, 斯里兰卡政府军开始向蒙湖组织控制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收复了约1.5万平方公里的蒙湖组织控制区。 2009年1月,蒙湖组织的大本营基利诺奇被攻下。 5月蒙湖组织承认战争失败, 普拉巴卡兰被击毙,斯里兰卡内战结束。 而私政府之所以在短时间内扭转战局, 结束内战,与中共背后的支持有莫大的关系。 正是拉贾帕克萨家族掌权之后, 也就是2004年开始, 中航工业开始向私政府销售歼机、运输机, 价值总额23亿美元, 以及军工企业大量的坦克、装甲车等军事武器销往斯里兰卡。 当时,处于战争状态的私政府, 根本没有足够的外汇来支付如此庞大的军事开支。 而中共似乎早已瞄准了斯里兰卡特殊的战略位置。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 紧邻印度, 扼守着中东和东亚之间的石油海洋运输线, 几乎所有驶往日本的运游船只都得从这里经过, 而通往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船只也从这里经过。 不仅如此, 如果在这里建设军事基地, 相当于在近邻印度的背后架了一把枪。 于是, 中共下了一盘大棋, 以债务军售的方式帮助拉甲帕克萨家族取得了内战的胜利, 令斯里兰卡成为跟自己一样的专制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 让斯的国家权力落在了一个他所控制的傀儡拉甲帕克萨家族手里。 中共自称这样的模式为兰卡模式。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中共似乎已经得到了它想要的汉班托塔深水港, 以及港口周边60.7平方公里99年的租用权落到了中共手里。 克伦坡港口城128公顷的土地已经永久归中共所有, 成为中共国土的一部分, 它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布置军事力量。 在同样的方法经文文言之一之一。 这是懒惑的作品是舞台有的故事。 互相审帆克萨家族的一些优先, 伊朗与人that本身不发生了一遍代名的 Sex and the World, 所以那次是腦局卷话。 一,两,五,五,五,一。 感谢观看